好,近年来体育活动是顺行 各团体也都经常自组球队来进行友谊赛 那么来自陆军官校专科第七期的同学就办理了累球赛 也透过活动来以球会友享受欢乐的时光 近年来体育活动顺行 各团体也都经常自组球队进行友谊赛 来自陆军官校专科第七期同学就办理了累球友谊赛 陆军官校专科班校友会理事长说 累球运动友谊身心健康 也欢迎大家以球会友享受欢乐时光 毕业之后各企纷纷成立了同学会 以关怀互助以及运动健身的方式来联络同学之间的感情 我们现在一到二十七期已经完整到了二十一期各企的自己的球队 前面十一个旗班几乎北中南都有 当中也有不少来自玉里的校友们 其中吴欣文也共享盛举 他说很喜欢参与专科校友会所办的活动 因为不仅仅能够联络彼此的情感之外 还能够活动紧固 借着这次的慢速联络活动 让大家达到强生继续报国的目的 也借由这样的交流 让我们在各阶层为台湾的经济努力的学长 以及眷属们能够来花莲参观我们的好山好水 然后行销我们花莲在地的美好风景 今年运动休闲意识高涨 有许多民间团体自主团队进行友谊赛事 但是缺乏相关运动场地以及设备 希望在各界的强力支持下 能够争取更多相关经费以及设施 来带动体育发展 记者高双双 玉里镇采访报道